基本上這樣就很緊很穩固了 然後就完成了 大家好我是新Yuki的Yuki 上一次北投的影片出來之後就 蠻多人在詢問裡面我泡溫泉的那一個包包頭是怎麼綁的 所以我就決定拍一個影片來示範給大家看 很簡單 只要準備一個梳子 然後跟兩個髮圈 我通常都會準備黑色的 就可以綁一個包包頭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因為我現在看不到鏡子 但是通常我就會整個把它往上 就是往上梳 然後也可以用手 如果想要比較自然的話 就會用手把它抓高 然後旁邊有一些比較短的就 沒關係讓它 讓它垂在旁邊就好比較自然 通常會綁高一點 比較 也比較舒服啦 不然可能有的時候走一走 它就會往下垂 因為我的頭髮還蠻多的 就是我的髮量算很多 所以它有那個重量的話就會往下掉 可以稍微綁高一點點 但也不要綁太高 就會很像清朝人之類的 好然後其實一開始就是綁一個馬尾 也不能說是一個馬尾 就是這樣子綁之後 就留一點這個 算是一個包這樣子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綁在這邊 看得到嗎? 希望看得到 然後 就這樣 剩下的頭髮 就繞著它 然後捲一圈之後 再另外一個髮圈 這樣子 打它兩圈 基本上這樣就很緊很穩固了 然後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那大家就是 只要準備一個梳子跟兩個髮圈 自己在家 下次要去泡溫窗或是去約會的時候 就可以綁囉 掰掰